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时钟 时钟他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指针式 一个是电子式 在房间里面 我们尽量放的都是电子式的这一种的时钟 因为你指针式的时钟 有些声音会很大声 而且他会发出固定的声响 固定的声响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况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晚上他睡不好觉 原来是他的闹钟会在那边滴答滴答的响 而且晚上的时候声音通常会比较大声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所以精神状况会很差 所以像这种指针式的时钟 他是比较适合摆在客厅里面 在房间里面尽量去摆电子式的闹钟时钟 以免去影响到你睡眠时候的状态 导致你的精神状况不佳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